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很簡單 當然我們可以說 有時間去大自然裏面 我們除了鞋子 在草地或者樹林之間行走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已經有很多客人 買了回家 每天都可以接受到 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包括了一些很簡單的 一張床墊 只有一張床墊 剛才醫生也提過 出去加拿大的時候 都可以攜帶 鋪在床面 每一晚一定會睡覺 一定會休息的時候 就可以做到這個治療 不需要每天繁忙之緣 經常會花時間走去交往的地方 還有一些就是一塊 一塊墊 可以在你上班的時候 在辦公室或放在地上 你的腳趾可以 或者放在你的電腦 因為現在大部分人的工作 都不離電腦 可以放在這裡的時候 接觸到已經可以接受到 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剛才提過的接地器產品 可以在我們六創二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了 六創二的地址是在銅鑼灣 炸甸街五十四號 富城商業大廈二樓 我們的聯絡電話是 二八八二四八四八 開放的時間 逢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十點至晚上七點 星期六是上午十點至下午的五點 歡迎大家到來參觀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我是Dora 我和袁醫生是今次的 《自然療法與你》的主持人 《自然療法與你》這個節目 目的是為了在醫療消費者 提供多方面的醫療和健康資訊 讓你們能夠在自己的健康問題處理上 找出一個更好的選擇 大家可能都會聽過有本書 它在流行榜裡面很出名的 叫做《蘋果魔鬼的經濟》 它說出資訊 如果我們的概念不對稱 就會有很多情況出現 裡面也有提到 如果會導致我們消費者 吃虧的情況 都一定會出現 吃虧 無知就可以害人 其實可大可小 輕的可能在金錢上的 時間上的損失 而如果嚴重的 可能會賠上自己的健康 甚至是自己的性命 所以要保障自己的健康 是不能缺少多方面的資訊 所謂知多些 係省些 好了 我們現在先來看看 我們今天要講的主題 袁醫生 我想問一問 我們看到報紙有講 一個子宮疫苗 港女冷代 即是沒有人理他 這個問題 袁醫生可不可以跟我們 講一講 她的新聞那裡怎麼講 她的報道是講些什麼 她說 其實子宮頸癌 她說是女性的第二號殺手 死亡率還是三成這麼多 我們近年出的疫苗 可以預防70%的子宮頸癌 應該很多人去打針 但本港香港 只不過只有5.2%的小學生 去做這件事 遠遠比美國有27%的小學生 去接種比較低很多 原來主要是我們香港的家長 還擔心疫苗的安全性和副作用 中文大學的醫學院 也透露過家校醫的合作 令到適齡學童的接種率 其實都提升了20% 在中大醫學院訪問463名女學生的家長中 結果發現有50%的受訪者 原來他們說 他們都不肯定子宮頸癌 預防疫苗的成效 而且當然都很擔心 潛在的副作用 可能會對她的女兒 有些不良的影響 這方面真的有點擔心 是的 醫學院在今年3月和7月 進行了一個叫做 預防子宮頸癌的教育和疫苗的接種計劃 在沙田區的五間中小學實行 計劃分三部份進行 先在各國的學校展開了一些簡單的教育計劃 解答了一些家長的疑慮 提升對子宮頸癌的意識 再提供一些接種的原因 包括一些為小孩子和女孩子 提供手針免費的 在學校注射的服務 之後小朋友可以去區內的診所 醫生注射 第二次和第三次的疫苗 收費呢 原來要2000元 他計劃為155名女童接種疫苗 令到適齡女學童的疫苗接種率 立即升了20% 中大醫學院微生物學系的陳基雙教授 表示會歸納試行的結果 年底會繼續擴置其他地區的小學 學習這個計劃 袁醫生 現在大家都很緊張 身為家長們 如果我們在自然療法這方面 是怎樣去看這件事呢 大家都聽過這節目 過去成五輯 我們都在探討疫苗支社本身的問題 如果大家留意聽到 其實我們根本是沒有任何好的科研 是證實疫苗注射是有效的 疫苗注射本身也有很多副作用的 但在現時的醫療 醫療的態度 就是很流行 所謂預防 所謂預防 通常都是叫你 檢查身體 是不是 例行去驗 疫苗注射 其實什麼病 都以為可以打針 可以預防 但是呢 過去這麼多種病 其實從來沒有真正正的科學研究 是證實出來的 包括我們近年也經常推出的 就是流感注射 很明顯 背後推的那些什麼人 都是藥廠 這次你看香港都是這樣 就是用第一次免費 但是你知道是第一次免費 接著多少錢 接著就要自己付錢 要多打兩次 那麼這個問題呢 在外國都已經出現了 就是不要說香港的家長 對這個子宮疫苗有戒心 在外國都是一樣的 那麼你看看美國的數據 美國都是只不過27% 不是那麼高的 是不是 從一般的疫苗來說 都不是那麼高的 那麼這個新的子宮疫苗 其實都出了很多年了 他在2006年6月份呢 開始就是license了的 就是已經有了個牌子 可以開始做這個的推動 這種這樣的注射 所以都做到很多年了 那麼在外國呢 在美國呢 都是講到27%的 或者適齡的女孩 適齡的意思是說 11歲到12歲 這個這個這個年齡的 那麼香港只不過5.2% 那麼當然比起美國來說呢 是少很多 差不多是他的五分之一度的 那麼他也都 這篇文章都提出了 就是為什麼那些人 會有不樂意去做呢 那麼其實背後呢 是很多很多的問題 那麼傳媒呢 就絕小絕小講 其實也沒說絕小講 只是間中我都看到報紙有提及的 那麼始終有時候呢 這些真相呢 是不能夠完全隱瞞的 那麼譬如美國有個資料 那麼這個資料是2007年6月14號的 那就是講呢 是疫苗這種子宮疫苗出現了一年之後 那麼當然呢 這個疫苗叫做Gardasil G-A-R-D-A-S-I-L Gardasil 那麼他們的目的是 就是預防一種叫做 Human Papilloma Virus 這種這樣的子宮頸癌 可能是叫做人類的乳 乳狀病毒的 那麼它有多少型的 它有一種第六型啊 第十一型啊 第十六型啊 第十六型啊 第十八型這樣的 那麼它的目的是 希望呢 可以預防這幾類型的病毒 導致的所謂子宮頸癌 那麼好了 在短短一年之間呢 他們發現 即是說在官方已經有足夠的報道呢 已經收到呢 有三個女孩子呢 是因為打針而死了的 而有1637個人呢 就打了針之後呢 一年之內呢 是出現很多的後遺症的 那麼澳洲呢 曾經說是美國啦 那麼在澳洲呢 曾經有一個報道呢 是一間同一家學校裡面 有25個小孩 又是這樣的 政府的那些官員呢 就去推 那麼有些人就去 傻傻傻傻的去打 那麼結果呢 一間同一家學校裡 有25個女童呢 是出現問題的 那麼包括頭痛啦 作嘔作悶啦 而其中四個呢 就要入醫院 入急診室的 即是不是簡單的 OK 那麼這個是導致呢 那些家長反對 那麼好了 那麼在美國有種什麼的 企圖做什麼呢 因為他發現呢 那些人呢 是抗拒疫苗注射 是很多的 那麼有些官方呢 就企圖呢 就是立法的 強迫 嗯 那些女童呢 是打這針的 那麼就開老爺 是不是 就是有沒有搞錯 叫人強迫人吃藥 因為全世界都不會這樣做的 那麼好了 那麼當時很多家長呢 就是群起反對 那麼所以結果呢 他都不成功了 即是都不了了之 不敢再繼續做下去的 那麼 那麼 即是他們都知道啦 這個問題是很嚴重的 那麼如果你看回過去的紀錄 那麼這些這樣的針的副作用 有些什麼呢 那麼包括呢 就是抽筋啦 中風啦 吹現那些自身免疫的毛病啦 例如紅斑狼瘡啊 雷風濕啊 那些A型的糖尿病啊 那些類的問題啦 長期的疲勞症啦 脫頭髮啦 頭痛啦 心痛啦 肌肉軟弱啦 那個視力的模糊啦 聽聽失衝啦 還有呢 是癱瘓的 那麼 那麼我有個網站呢 叫做 truthaboutgoddessof.org 其實這類的網站 其實都相當之多的 嗯 好了 跟著呢 在美國呢 是有另外一個 我忘記了一個年份 我想大概是 最近的報告呢 他說呢 美國有一個機構呢 叫做 Vaccine Averse Event Reporting System 那麼我在上次呢 大家都跟大家都提過了 那麼這個呢 就是呢 是一種匯報的機制呢 對於因為疫苗注射出現的 不良副作用 一個匯報的機制 有一個這樣的機構 在美國 那麼在 當時呢 就有 多過7000宗 這方面的打針 做出來的問題的報告 那麼其中呢 有13個人呢 是因此而死亡 因為打針死了 有206個人呢 就是入醫院的 而其中呢 127個兒童呢 是 我叫做Disabled 即是直接呢 是傷殘了 因為打針傷殘了 那麼我也都看過這些報告呢 就是有些一個女孩子 聰明伶俐 就是考試考得 原來全班是考得很高的 那麼突然之間呢 就成了一個傷殘人士 然後就是 不單止身體傷殘呢 腦袋都傷殘了 那麼這些這樣呢 在外國已經有很多官司打緊的了 有這類的官司打緊的 那麼 那實在的數字呢 肯定呢 是遠遠多過這件事的 那麼 那麼大家都知道 一般的醫生呢 都不會匯報 一般很多人都出現問題 都不知道為什麼 有些人 就好像那個 那個嬰兒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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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死症 那麼很多人都以為 原來父母虐待他 或者工人呢 是來到 來都 來都 其實很多這些 冤案 那麼 一個家庭 因為父母怎麼會這麼虐待嬰兒呢 是不是 其實根本是這些打針打出來的 在 在法羅里達州 也有這些冤案 一個很好的父母 其中一個爸爸 就因為他的寶寶仔 突然之間死亡呢 他就認為這個爸爸是虐待他的 是坐牢的 那麼 在我們網上 也有很多這方面的 呼召 然後要把這件真相說出來的 所以 估計 只是十分之一 是有人報道的 其中 起碼 受害的人 可能是十倍 相當成七萬 那麼 那些人通常怎麼死呢 通常是死在心臟病 或者血泉室 這些最容易是導致 因為打針 因此而死亡的 所以 在外國 這些 所謂 這些 所謂 教育 其實是 背後藥廠的 在英國 都調查發現 英國的藥廠 即是出現這些疫苗 這些製造疫苗的公司 是用很多錢來做這些 show 其中一個差不多是 一百萬磅 是 promote 這件事的 其實那個數字是不止的 那你時不時你都看到的 他都是用藥廠 去不斷地出錢 是做show 是 promote 這個疫苗 子宮疫苗 你可以計一計條數 是不是 然後做這些疫苗 要二千元 我不知道二千元 打一支 還是打三支 要打三次 打三次 你計一計條數 年輕女生其實很多 對她來說 這些是數以一計的收入 所以她們大量推 所以所有女生的小朋友 女生的小朋友 女生的小朋友都要打 是的 我人口裏面 是吧 小孩子裏面 一半 一半都要貢獻給她多少錢 因為是很大的數字 所以她們不為餘力 是不斷地推動這些 叫人去打針 打針 那雖然 我們如果有機會看到這個資料的人 你會知道 背後是根本沒有足夠的科學 是證實這些打針有幫助 其實這些打針的何處更大 你想一下 為什麼有些家長會告呢 會打官司呢 你自己一個女兒好地地的 在說11歲12歲 是吧 突然之間傷殘了 你要照顧她一輩子 是吧 有些人死了 我當你子宮頸死 第一 子宮頸死 雖然很多人是子宮頸死 但是子宮頸的死亡 是否因為可以打針和預防 是完全沒有美知之數的 那麼我覺得她說70%這些預防 我真的 如果大家有人去真正正 發掘這個科研 你都可以看到 這些數據根本是一句 我們叫做垃圾的科學 我沒有人說得知道 好了 那你可以想一下 要是你的女兒受冒這些險 即時死或者即時傷殘 或者到她大過了 子宮頸癌都不是小女兒出現的 通常都是成年之後出現 年紀大些才會的 她起碼活多幾十年 不是馬上生命 所以看到 作為一個醫療消費者 今時今日的醫療政治 醫療的工業 其實全部都是淺作怪 背後真的有什麼科研 是完全不足夠的 我們要做的 袁醫生 我知道你平時都會看很多資料 資訊都很多 最近你有沒有看到一些 有什麼特別的資料 可以跟我們聽眾談談 其實我有晚在廚房吃飯 有時候我都是有點壞習慣的 看電視有什麼資料 因為我平時不會坐在那裡看 我很少看一般主流的資料 那些新聞 因為我已經學了東西 要拿新資料 就不是這些地方找的 自己上網看 網上有很多很多的 真真正正的資訊給大家 有一個節目 是關於紋身的 原來很多年輕人 就紋身 沒有多久 他就可能 有少少後悔 可能他當時紋身的原因 例如我愛誰 那個人 可能跟他已經拼了手 就覺得不太對 當時衝動之下 就紋了一些這樣的資料 他覺得這些資料已經不適合用了 很多人就企圖想辦法 把它拆掉 你知道了 拆的方法 現在主要是用激光 濾光 濾光 整個過程 人們在做激光 激光其實很久 不是這麼簡單 你做一次之後 就要調查一些藥膏 要休息幾個星期 再做第二輪 當然是在講幾年的時間 才可以把它移動 也未必移動到百分之一百 移動到百分之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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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不錯了 這個整個節目 就是講解紋身 很有趣的 那紋身 我又想問 跟我們這個自然療法 有什麼關係 其實 我們自然療法 也沒有辦法幫人紋身 沒有自然療法紋身 也沒有自然療法 幫你脫掉那些 印度那種可以的 Hann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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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permanent 她自己都慢慢洗掉了 好了 其實我為什麼要跟大家提及這個節目 原來在節目裡面 她說了一件事 其中有一個女士去美容院 就是用激光 企圖把舊的紋 消除它 但是發現皮膚有些反應 就腫了下來 一件事 然後她就片段說 重複這個訊息 香港暫時在醫療儀器 是沒有什麼監管的 然後言下之意 我們就有問題 因為這個醫療儀器沒有監管 很多不是醫生那些美容界的美容師 都用這些高科技的儀器 她就認為這個是美容儀器 不是一種醫療儀器 不是一種美容儀器 然後她就看到片段 即是說一個人的手臂 一個手臂 有一塊肉突出來 她就認為 因為這個美容師的手勢不好 沒有足夠的資歷 不是一個醫生背景 用這些儀器 就導致這塊肉突出來 我相信大部分人被她騙了 因為如果你一看下去 你知道那塊肉 是我們叫做Keloi Keloi是一種肉柳 即是一種良性的肉柳 那什麼人會生Keloi 有些人本身的體質 會令她皮膚受損後 就會成一個這樣的痘 這個痘就不會平復 這個痘就會越長越大 所以在醫療上 也叫做巴痕增長症 即她自己會慢慢增 慢慢變成一條大的蟲 像一個蠶蟲 很大塊 其實是很肉酸的 有些顏色會更深 有些人會癌症 有些人會癌症 有些痛的問題 Keloi 並不是因為你的儀器 而使用得不好 有些人 在他胸口那裡 如果肯定有顆暗瘡 初時看到了顆暗瘡 不小心會撕掉 不撕掉那些膿 接著 那顆暗瘡的傷痕 就開始出現這些 疤痕的真身 由一顆細細的 米細一顆的暗瘡 慢慢長長長長長 可能長長長長 或者1元甚至可能越来越大的一个肉是凸出来的 这个根本是一个一个人的体质问题 跟那个仪器用是完全无关的 其实可以说是借题发挥 因为你知道好几年前 医学界就说消费者有些人投诉 有很多人去美容院接受这些美容的激光 不满意的效果有些投诉 当时他就想 有几年前医学界就想 我们要开始立法 要管制这些医疗仪器 而下之美容师就不应该用这些仪器 因为这个可以说是医疗仪器 当时美容界群起反对 美容是一个很大的事业 突然之间被西医疗拿走 当时我也有参与 我也写了很多这方面的信 解释给你听 你千万不要做这件事 当时我提出的理由就是这样 你说这些法律在外国有 一早有很多这些法律存在 你看看有医疗仪器监管的国家 医疗事故有没有因此而减少 其实完全没有 你看外国来说 我跟大家分享过 现在美国有本书叫 Death by Modern Medicine 其实在美国第一大杀手 是西医所做的事 我以为是第三大杀手 其实第一大杀手是西医 西医西药 这些国家有很多医疗条例 监管条例 北洋医药广告条例 你讲什么都有的 多到死的 那这些条例之后 是不是安全了呢 是完全没有这样的结果 那些人死得一样死得那么多 那是不是那个病会少了呢 亦都不见得 是不是那个医疗的费用 是因此而减少 亦都不见得 你可以看到 这些条例是完全 对市民的健康是完全没有什么帮助的 相反地这些条例是令医疗的问题更加恶化 因为那些人没有选择权 什么都要靠医生 那当然做大医生 他收入是全 然后一直高期 那因为他有一个垄断 是不是 连你的谋生工具都要他允许 那你也看看 在那个节目里面 他们都有访问的医生 他说他们几年前想做 失败 那接着他就再重新想再来 那通常他将来 会偷偷地在北京之下 他就马上通过了 那因为很多香港的立法 立法局的议员 他对医疗的政治 他们真的很无知 他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那当然立法局 一向有很多医生在里面 有很多律师 很多医生 那所以呢 很多时候这些条例 在不知不觉之下 就被他偷偷地通过了 香港过去都出现过这些问题 我相信将来 他一定会用这种同样的手法 好了 他们说呢 我们会再研究一下 这个条例 对香港人整个社会的影响 是怎样的呢 其实是很简单的 但这种条例一出现之后 美容界很多人 就要靠拢医生 要用医生的名字 要找个医生的所谓医生 这个是在外国可以看到的 在欧洲、在美国 美容界的发展情况 跟香港比较真是天同地 很少很少 为什么呢 什么都要找个西医助阵 那你要付钱 那你才可以开个美容院 用这些这样的议器 不要听来说 就是找女人钱 是呀 你怎么搞错 那是否医生用这些议器 没有问题呢 其实在香港很多情况之下 医生用这些激光 一样出现问题 很多时候 每个病人的体质不同 皮肤不同 无论哪个人做 那些教授做 都一样会出现问题 我试过有个朋友 他在美容 都是做肌肉 一般女生都会 然后他就去做 想去小小班 激光 他就提供了 一个西医去做 整个万元才能下楼 他就说 中途他发觉 他颈部有 好像是暗瘡 但不知道是什么 怕肿瘤 见到医生 他就去问他 他又加了一千二千 这样的东西 接着呢 接着呢 都做了 害怕的 之后 他就去过另外一个朋友 做肌肉 那位朋友就说 你颈部这粒东西 我帮你按一下 他说 可以亂按吗 接着他说 我试一下帮你 一按 他就没有收钱 他说是普通的 暗瘡的东西 他说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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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是医生 那两个字 就不知多了多少钱 还有呢 我也听过 很多时候 医生做这些 美容的手术 出现问题 只是自己私下解决了 这些事情 我相信 如果你真的做了一个 好好的统计 你号召香港人 遇到这些经验 你去回报一下 其实这个仪器 谁能做得一样 难道医生 医学语 有毒激光美容吗 是吧 这简直叫做 自己本行不做 然后女人的饭 要去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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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钱 短多于医疗 所以这是一个大肥猪肉 起码 在香港来说 美容界是很蓬勃的 为什么蓬勃呢 因为香港是一个很自由的地方 你又出现很多问题 这些问题 整天报道这些问题的目的 都是想借口来得到立法 你真正正研究一下 我们经常消费者 以前我都看到很多 我以前在《香港出路》 这个节目 我都说过很多 简直是离了大谱 是荒谬的 说出这些东西 说那些人 就说去SPA 去洗澡 然后皮肤痕 就要管制 我心想 为什么会有些痕 因为人们在SPA 用很多消毒药水 又怕 怕要感染 用很多消毒药水 通常都是消毒药水 令到你痕 有些菌痕之后 有些菌痕 会令到你皮肤痕 立即会皮肤痕 这些全部都是敏感 敏感 对消毒药水的苦涨 有很大机会 你做这些这样的条例 人们就更加紧张 更加用很多强烈的消毒药水 问题就更加做得更多 我肯定如果真的 现在香港的经济 已经越来越出问题 很多人都没有办法帮自己 要政府的救济 起码我都认识 很多女士 是独立 经营一些小小的美容院 是真的可以养到头家的 如果这些法律一出现的时候 这些人的生计都没有了 要不然就要靠拢 靠拢医生 还要养治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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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做这些事情 是很可悲可耻的 但是香港人 有多少人了解这个真相 香港传媒都是蒙茶茶的 有多少时间研究背后的真相 香港立法会的议员 有多少人了解医疗的政治 所以真的要大家要自己警惕 有机会自己要出声 美容界当然上次上演 几年前要维会自己的新计 所以当然会很高调来反对 但永远都是 然后整个世界的经济 医疗 背后有更高层面的黑手 来控制我们 现在在我们的医疗方面 就是世界卫生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 背后什么人 背后的药厂 大药厂控制他们 世界卫生组织 利用什么呢 利用一个叫做 Codex Elementarius Food Code 一个组织 还有它常常叫做 Harmonization 和谐 全世界和谐 要合乎标准 要制造全世界的标准 其实用这些借口 要控制每个国家的医疗水准 其实这些医疗仪器监管 表面上就是保护消费者 没有资格的人 用一些仪器 或者有些仪器不安全 我说了一句 有这些法例的国家 结果如何呢 结果医疗事故一样 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因为有这些法例 在外国 在美国我都和大家分享过 Rive Machine 一种频道治疗机 因为美国当时有这些 现在都有这些法例 是令到Rive Machine 医疗病毒治疗机 医疗癌症 差不多是百分之九十多以上的成功率 都被它消灭了 因为有这些法例存在 政府有 卫生署有这个借口 这个仪器 你未注册的 那你要注册吗 那你要做很多这些科研 那你要和它合作 你合作之后 它会和你谈生意 不如大家一起拥有这个仪器 那我和大家介绍一本书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真的上网 去买回来看 就叫Politics in Healing 其中有很多这方面的例子 医疗的真相 有时候 大家就这样听一下 可能未必入脑的 自己进一步 自己买回这本书看看 叫Politics in Healing.com 你买到这本书 让你了解到的真相 就是因为这些医疗仪器监管的法例 注册的法例 是导致很多有效的工具 是用这种法律的借口 被它消灭了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那么蠢 现在这个问题 地球这个问题 已经越来越严重了 因为我们大家无知 不懂得想法 资讯发达 是可以释放你们 起码让你们有些警惕 但是希望将来大家有机会做些事 有些什么好做 将来这个节目会和大家 讨论多些 就是我们有些什么做得 可以救到自己 救到香港 救到地球人的健康 那很多谢袁医生 刚才和我们说了 关于那么多 我们可能平时想 都没有想到的情况 我知道 未来的日子 我想我自己 都会多些去注意这方面 那好吧 那现在大家或者去喝杯水 休息一休息 我们稍后再和你继续谈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自然疗法与你这个节目 是由大康自然健康中心赞助 大家好 我们现在又回到自然疗法与你这个节目了 我是Dora 我们和袁医生 会是今天你们的主持 那刚才我们讨论了一些其他的知识 今天这个环节 我们会讲同类疗法 齐齐学的 我们这个环节 那袁医生其实在同类疗法里面 已经超过了28年的行医经验 那如果在中国人来说 可能也是这个行医经验最长的一位医生 那袁医生曾经用了同类疗法处理过万宗 我觉得都不止了 那各种奇难习症啊 慢性病啊 或者怎样医都医不好的 很多这些特别的病 那其实呢 病人很多时候曾经都尝试 用不少其他的方法之后不成功 那就尝试会用同类疗法来试 你医好了 去纏了他很久很久的环节 那袁医生 你对你自己的工作一定有非常高的满足感 那我知道同类疗法也有很多剂 我知道呢 我不懂 有千几种疗剂的 那你可不可以教一些我们 一些快一些 在家里我们日常生活可以用到的一些疗剂 让我们开门口 那是的 我们会同类疗法 第一是非常安全的 你用错了也不会有任何副作用的问题 嗯 这个很重要 你想想一下 你自己想想 一般人来说 在今时今日的 他想知道 什么问题 他想处理呢 嗯嗯嗯 例如啊 现在压力这么大 我觉得是焦虑 焦虑先 或者害怕 惶恐那些 那这样东西呢 其实呢 很多人都有的 那很有趣 这种病 我过去处理都相当之多 在不同行业里面都有的 那很多时候呢 这个问题呢 不是一种 就是短暂的急性病 如果任何人遇到一些 有些是值得害怕的东西 他应该害怕的 是吧 那如果上山遇到老虎 或者有一条射在你面前 那你害怕是很正常的 但是如果你每天见到一只狗 或者做一些很简单很正常的事情 而你经常是焦虑不安 原来很害怕的 那这个是一个问题 那怕高的 你算不算是这样 怕高也是其中一种 其中一种的症状 是的 那我过去呢 遇到这些情况 通常有些病人呢 是很怕上班 那我问你为什么呢 你做了很久的了 他说是的 我做了很久的了 但我怕每次上班 都怕老板要求我做些事情 那我怕我做不到 那我说你这件事 是不是不熟悉呢 他说不是的 我做了很久的了 所以很多人会见到 比如面对要参加考试之前 或者要重要的面谈 或者医生之前 都很害怕的 说要会议 那会议会议 说话 那这个不奇怪了 那些是坐飞机 考牌照 那很多这些东西 是令到他们 是很惊慌的 那好了 如果大家遇到一种 就是很突发性的 怕到就是 简直不由自主 那些这样的怕 那有个简单的 remedy 是叫做 Rescue remedy 那这个背曲花药 里面是一个常用的 那在我们很多病人里面 我都经常建议他们 在家里呢 就起码预备了 这个叫做 Bug flower 的Rescue remedy 那当你遇到一种 是很突发性的 令到你很害怕 很惊慌 那这个可以说 是非常之適用的 就是很多场合 都是適用的 那除了这个 就是一般性的 救急药 就是背曲花药 的救急药之外 那还有一些 和疗化的个别的疗剂 那要视乎 那个 每当时的情况 那其中一个叫做 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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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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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什么情况之后用呢 烏头是当你感觉到 惶恐害怕 害怕到呢 是感觉到 是死亡的时刻 已经来了 即是你快要死了 我想看 黄恐的症状 是否比焦虑 焦虑的症状 因为焦虑未死 他只是害怕 那黄恐已经去到 害怕到死 是啊是啊 那这是一种极动 即是极度的害怕 程度在深 焦虑有时候 有些人是忍忍 耐心地焦虑 又未必表露出来 但是黄恐 或者害怕 惊恐 这种情况 就是很严重的惊恐 而那个心态呢 就说 哎呀我死了 我死了 我现在死定了 这种这样的惊法呢 那这个呢 就是 就是 活得救的了 地球就快要维灭了 即是在面前出现的时候 在这种这样的状况之下 大家可以采用烏头 烏头呢 是一个本身的草药 那本身在一个草药的状态之下 是一种含有剧毒的草本植物来的 那但是你知道了 这种疗法呢 是将这些天然的物质 包括有毒的物质呢 是要经过特殊的稀释的处理 不断的无数次的 一百分之一一百分之一 或者五万分之一 五万分之一 或者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的稀释之后 那所以到最后呢 成为一个可以服用的疗剂呢 基本上里面是没有含有任何的成分的 那所以呢 就是很多国家呢 那些卫生署呢 就是你知道了 很多国家都是想消灭自然医劳的 国家各种卫生署 那但是呢 对那些同类疗法的疗剂呢 它们真的很难入手的 因为呢 你拿着那一瓶药 那你告它什么呢 告它里面的什么呢 里面有些水而已 有些酒精而已 其他真正的成分 是完全没有了 一种能量的东西 所以在我们的物质 唯物的科学官类界里面 根本看不到的 根本没办法处理 同类疗法 如何去对付它 也都没有人懂得去处理 可能都没有个专业的人在 他想禁止的 他想禁止的 香港都想种这种东西 他认为Baladonna 丁茄是一种禁药来的 想企图禁止的 但是呢 你知道了 同类疗法家的丁茄 是没有丁茄的成分的 所以他根本就 没办法 不能进入手 如果进入手 他都会禁止的 凡有效工具 他都会禁止的 有效 以及安全 不是西弱 他都禁止的 禁止的 好了 烏头的证言就是这样 是很突发性的 很惊慌的恐惧 好像死亡就来临了 就快来临了 这种警方 就是用Econite 譬如有时候 可能有人遇到意外 或者有个妈妈 抄着个沈蚊仔 那沈蚊仔 那沈蚊仔 又不听话 脱了手之后 就向马路前面冲 突然之间 那辆车来到 是差点 或者已经遇到个沈蚊仔 目击这件事 那妈妈就进入烏头的症状 即是他就会惊慌到死 在这种情况之下 好像魂魄走了 对 这种惊慌 这种突发性的惊恐 那疗法就要快快追追 令他镇定些 就用Econite 有些人说 那怎么吃呢 在这种急的情况之下 通常和疗法疗法 都是用一种糖粒来携带 即是那些就几粒 你可能吃它几粒 看看它几大粒 如果很大粒 吃它一两粒都可以 如果很砂糖很小 吃它十一二十粒 其实不用数 直接放在嘴里 涵一下就可以了 又不用拿水吞服 没什么所谓 也有些是水剂 水剂的能量化得好些 所以我们公司通常用水剂 在服用的时候 是成为一个水状的状态 那保存期会不会很短 和疗法的保存期是永久性的 差不多一百年之后 都没有陪伴 没问题的 我都要买一些背谷花 考试前的招累 这些是严重的 很紧张很害怕 这些我觉得是随身带 随身带着 随身带着一瓶小瓶 遇到情况 可能未必你自己需要 可能在火车站 看到人躲下了 什么原因也好 你只能用够急 急够药 滴脊在嘴里 那可不可以使用的 几种 譬如给人给错了 不知道 没关系的 和疗法的就是这样的 你给疗剂 试一试一试 如果可以就行 不可以就没事 好像没有发生过 所以就再试试遗剂 譬如好像那个 焦雷黄恐 其实不是一个疗剂 不只是污头 有很多其他的疗剂 但是似乎用法的情况是不同的 污头记住是突发性的 就是简单来说 你目击一个意外 或者你的亲人 或者你的小朋友 冲出一条街 被车撞到 你这个状态是一种很突发性的 这种惊惶 你想镇定自己 让你要处理得好些 立即或是rescue 是吧 你未必带很多疗剂在身边 虽然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叫做旅行装的 一个包包里面有三十多只 这个很容易 如果女性更加容易 就是在手袋里面 如果不然 如果你这样摄一枝 rescue remedy 随时摄三袋 背一袋也摄一袋 过去我一直都有 在不同的地方 那个公司包 袋 我都习惯了 放几枝在那裡 那和你出街 是否很安全 余医生 是的 可以这样说 其实这个安全的保障 其实大家都可以有的 自己买个kit 自己随身带着 或者旅行时带着 遇到什么突发的情况 可以自己先处理 因为同类疗法 虽然是属于第二大医疗 在世界卫生组织 2003年 都公布同类疗法 是全世界第二大医疗 有75个国家 有同类疗法医生 差不多有5亿人口 5亿人口 是采用同类疗法的 好了 那除了污头之外 还有一个疗剂 是硝酸银 即是silver nitrate 拉丁文叫做Argentan nitricum 那这种的焦黄 焦类就是 焦类但是没有那么惊慌的 还有那种感觉 感觉自己好像没有力 没有力对付面对这个世界 那种感觉好像 癱瘩软奶奶 但动不得 这种反应 即是遇到一个焦虑的情况 好了 这种焦虑可能导致病者 出现土舍 这个疗剂 大家可能听到之后 今时今日有很多 叫做自闭的青年 在家里不肯出街 那些 不是思觉失调 那些不是叫做自闭症 那些又不是叫做自闭症 那些又不是叫做自闭症 总之就是那些人闭门 在家里不出去 打机那些 不做事 他害怕的 他为什么不出街 他不能够面对外面 不能回学 大人也有的 只躲在家里 他就没有能力面对地球 叫什么名字 宅男 宅男 宅女也有的 不只是男人 宅女也有的 宅女也有的 没错 你叫他出门才算 没错 没错 如果家里有这些人 这些亲人 可以尝试 买一个疗剂回去 简单点 拿杯水 放几粒下去 叫他喝 喝水也能喝到 放几粒 或者放几粒糖 这种是叫做 也叫做 幽闭恐惧症 幽闭 算不算在电梯上有害怕 对 困这些也是对的 他见到的时候 他整个人远了 或者坐飞机 坐火车 这方面 都是可以用的 所以 这个很好用的 我相信 如果香港人 是认识和他療法 你想想 如果遇到小孩 出现这些问题 什么都不做 又不能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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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躲在家里 这些困难 对社会和家庭的负担 会很大 可能两三剂和療剂 搞定他 省的钱 可能 难以估计 你省到的医疗费用 难以估计 好了 另外一种就是伸剂 伸剂 伸剂就是阿尘尼 阿尘尼就是生癌 其实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 我也有遇过这个病人 这种病人 他通常在惊慌之下 他是无法忍受毒处 他经常要找个人陪着他 在身边陪着他 这种非常焦躁不安 他很没有安全感 经常需要有长远的保障 他才能够在困境中 能够僥倖 这种正型的人 在五间时份 就更加严重 好像坐针尖 我跟大家讲过 有一个 十年前 有一个病人 来到诊所 他有个女朋友陪着他 在我面前 他就很害怕 很哭 一路这么大男人 一路这么哭 他的问题就是很惊慌 我就用了这种剂 给了剂之后 就拍都不见了 几个月之后 他又回回来 我问他如何 当时给了剂之后 当时吃了之后 好完了 几个月之后又回回来 那好吧 这样的状态 也是这样的状态 他女朋友陪着他 他很害怕闪闪叔叔叔 也就是不用长期吃 其实是那一刻 我一刻吃一剂都可以 有时吃一剂两剂 然后都搞定了 同一个疗法 就是一个这样的 不可思议 其实他是 他做什么 他帮你解释你的能量结 你进入这种状态 你的精神状态 是一种结的 一种精神 就是灵性的一种结 我要用这个疗法 帮你消减了这个结 释放了你的内内 就是自我的生命力 那你就自己医自己 所以很多情况之下 是一剂 你吃一次 那个结就解掉了 可以很久 我记得那个案子 起码很多 一段时间之后 没有见到他 一次就没有见到他 那你不知医不到他的 对不对 接着下次来 又是这样的状态 你以为医不好 没理由医不好 但是几个月才回来 对不对 他说不是啊 我当时一剂都搞定了 然后我又再重复一剂 又是这样的 不再见到他 那他会买瓶开门口 其实可以这样的 但是当时我也没有什么机会 对不对 我开了药之后 我也要观察一下 那病是否真的好了 对不对 这个就是Arsynicum 新剂 另外一种就是黄素卿 黄素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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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当你害怕的时候 你就有一种 我们叫做先发性 就是一种期待性的害怕 就是他可能 他明天每天要上班 或者他明天要开会 那开会之前 他就觉得他人震了 那种震了 是一种疲弱的震 肌肉软弱 不听洗的 有时候是怕到 就会急尿 经常要急尿 就是这样的 这种这样的情况 总之这种是 这种害怕的时候 害怕到整个人 肌肉是不听洗 就是癱瘩那种 走不到的 Econi那种害怕 哇 跑得很快的 要他真的发害怕之后 他会叮叮逃跑的 但是 Josemian那种害怕 他走都走不到 因为他肌肉 就全部软弱了 是走不到的 甚至乎是害怕到 是泥尿的 这种是Josemian的害怕 Josemian这个阵型 另外一种是羊马前子 Ignatia 亦都叫做铝宋果 那跟那个马前子 Nuxvormica 是很相似的 在化学成分上 都很相似的 那这种的情况 这种这样的悠伤 通常是情感上出现问题 很可能呢 失戀 最容易 最有机会用这个疗剂 就是当一位病者 或一位女士 突然间失戀 令到他这个人 就是血丝抵理了 很害怕 什么都做不到 那如果有这种原因 导致他害怕 那你就可以考虑 Ignatia 就是羊马前子 好了 那还有一个疗剂 就是鸾剂 鸾 鸾 鸾型的人 本身是非常敏感的 知道吗 因为他是太过敏感 他经常是感觉 外面的人 可能在那里 说他 令到他 是焦虑不安的 那因为他的 轮型的人 就是因为他自己 太过敏感 OK 那 所以他就觉得 是需要 需要人相伴 好似 好像伸劑 这种东西 是没有办法途中 他需要 就有个人 是保护着他 保护着他 蒙蒙隆隆 然后在阴矮的状态 怕黑 怕黑 或者突然流出的声音 或者雷劈的声音 他很紧张 有些小朋友会是这样的 一听到雷声音 怕得死 扭着耳朵 呱呱叫 我小时候都是这样的 很多小朋友都是这样的 鸾剂 是一个很普通的疗剂 尤其是瘦瘦长长 眼睫毛长长 这种很敏感 一听到雷声 这种是轮营的 轮营 轮营 有时候 他们很喜欢喝冰冻的饮品 咬冰 冰水 加冰 这些都是轮营的那种症状 在我过去 我都是用过这几剂 这几剂是处理不同程度的恐惧症 这些恐惧症通常都不是一种急症 急症是用救救药 即是间歇性出现 如果不是 即是非常焦虑的性格 王虎的性格 就要考虑 我刚才所说 烏头 萧酸银 申劑 黄素卿 羊马前子 和轮劑 大家如果最不清楚 再重复听一听 你可以知道 在这方面 文明人的通病 我相信 如果这个资料 是被大众香港人知道了 唉 我想真的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 很多长年的心理辅导 都可以拜拜 因为 这是我实在的真正的经验 人们都去过心理辅导 始终脱不了这种恐惧 OK 好了 好 多谢袁医生 跟我们说了 原来焦虑和黄恐 有七种的疗法 都可以帮助我们 开门口 我发觉 里面自己也有少少的 不是经常出现 可能门口也很好 袁医生 刚才你说的焦虑和黄恐 我突然想到另一件事 就是烤喘 为什么我这样想呢 因为我记得 我中一的时候 有个男同学跟我去街 都可以的 同学聊天 聊聊天 他突然间告诉我 他有烤喘病 我当时的心就沉一沉 就掉下了少少焦虑 其实 因为我怕他会不会传染 又不好意思问 我怕他会告诉我 绝症 我不会处理 可不可以和我们说一下烤喘 其实烤喘 是现在的人常见的病 包括儿童方面 其实烤喘是越来越多 有些人就常想 烤喘是因为我们的 之所以多 因为我们的空气环境 污染环境 但是很有趣 在数据上 你可以看到 纽西兰 英国 或者澳洲 那些地方的空气质素 比广州和香港好 但是 竟然 这些地方的 十元仔的烤喘 比广州和香港 所以很明显 烤喘不是因为 呼吸道 受到空气污染而引发的 到底烤喘是什么 其实应该可以看 烤喘是一种气管的敏感 什么引发敏感 其实是很多方面的 有时候 有些人因为气管感染 或者感冒 或者流行性感冒 慢慢地处理得不够好 出现气管收缩 或者黏液 或者黏液 是多了 是导致他 透气问题 呼吸吸吸速的 那么 透不透气 就会觉得 好像肺部 是细细的 发作起来也挺害怕的 有些人真的发作 那时候 整个面都紫色 那么 严重起来 可能会死亡的 那么 那么 那么烤喘 到底可以简单来说 是一种呼吸系统 其实是这么敏感 令到我们的气管收缩 好了 那么 即时有些什么 可以处理得到呢 那么 有一位 伊朗的 伊朗籍的西医 伦敦医学院的西医 伦敦医学院的西医 他就写了一系列的书 其中是讲水的 那么 他说呢 很多文明人的病 百分之六十的病 是跟我们的文明人 喝水不够 那么 那么他其中一个 就说 烤喘就是其中一药 那么烤喘 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气管 会收缩呢 就是因为我们的身体 是为了防止我们的身体 的肺里面的那些 所谓的那些 水蒸气 就是那些 那些 那些水分是流失 那么 唯有呢 就将气管收缩它 让那些水分不要流失 那么他说呢 烤喘呢 其实呢 是一种脱水的状态 出现的症状来的 那么处理方法很简单 连饮三杯滚水 那么如果大家 家里如果有 有烤喘的病人 尤其是小朋友 那通常呢 这些病征呢 是半夜三间发的 是十二点钟啊 那么 那时候呢 然后呢 诊所都关门了 那么突然之间出现呢 那么处理方法呢 就很简单 就是连饮三杯滚水 嗯 拿个热毛巾 扭扭 就是濕进热毛巾 扭干扭 扭了之后 就是不要滴水 是 灰在背脊那方面呢 那接着用毛巾包住呢 是往往呢 可以是 可以处理到这些 急性的 的 烤喘的发作的 嗯 那么 在外国呢 这方面的问题呢 其实是 越来越日益严重的了 那么英国来说 清雲呢 就有大概十个孩童呢 就已经有个人呢 要配戴些人工呼吸的工具 以防不借 嗯 那好吧 那 就是 在我过去处理的那些呢 大部分的烤喘症呢 都是很严重 还有呢 多数呢 是在西医 看了一段长的时间 吃着很重的西药 在喱闻气 就像严重的那些 雷固醇 那样 通常那些人呢 初初都是不知道的 那用西药去按一下 表面初初是很容易按到的 但是呢 继续治疗下去 越医 那个疗下就越来越弱 那个药呢 越来越无效 接着就要加下去 加下去 加到后呢 就雷固醇了 那大家都听到呢 一听到雷固醇的人 都害怕的 那个辅助是非常可怕的 那才开始找自然其他医疗 包括自然疗化 同学疗化 那所以呢 大部分的 烤喘的症状呢 在一般的 同学疗化 自然疗化医生的诊所遇到呢 通常都是一种慢性病 已经在吃西药了 那所以呢 这些这样的 的烤喘呢 我相信呢 你真是 基本上呢 是要找一个合格的 同学疗化医生 来跟进的 因为你要除了那个 表症之外呢 也都要进行一个 所谓的体质的治疗 但是如果 你很好 你及时 已经听到这些 我们的讯息 你知道了 很多病呢 在你未用西药 禁止它之前呢 你去处理呢 其实那个效果 是容易很多的 假设一下 你听到这个节目 你知道大概 家里有人呢 是有些烤喘的 你未曾开始用任何的西药 那遇到这个情况之后呢 其实呢 我也都有很多疗剂呢 是可以 及时治疗呢 是令到它呢 是受控制的 那 上用的 差不多最常用的了 就是伸剂 伸剂 伸剂就是生癌 是吧 有些人的安智 那生癌的症状呢 通常呢 它有一个很特点呢 就是 它发作是午夜 到凌晨三时之间发作的 而发作的人呢 是休息会休息不到呢 那事情要起身 才能够继续呼吸 和生癌的症状呢 是很焦虑的 要焦虑的 要焦虑的 他發作的時候就不睡不下了 要躲起來或者要下床走來走去 這樣才會舒服 生矮型的人都比較怕冷 需要人陪伴 所以如果你家裡有小孩 是這種型的生矮型 或者是伸劑型的人 你會發作他一定要陪伴 他一定要需要你陪伴著他 他是很不安的 他不會躺在床上 他會走到床走來走去走去 還有很多時候是五間的 當然如果你手上沒有療劑 沒有跟他療法的KID 唯有試試用滾水的方法 控制他之後 將來想辦法找一個醫生幫你處理 另外一種就是羊金谷 Chamomile 羊金谷的陣形很特別 羊金谷的人通常都是 在發病的時候 尤其是很悶悶的 很憤怒的 是很容易生氣的 也很可能 因為他發悶悶 而引發他哮喘的發作 如果你是遇到這種情況 那種悶悶的悶悶的 那種悶悶的 但是因為有些 因為不開心 或者遇到一些事情 他生氣而發生氣 而因為他發生氣而引發 這種酵症 可以考慮就是羊金谷的療劑 另外一個療劑 我叫做兔根 Epicad Epicad的酵症 通常會有很多痰 胸口會塞滿了痰 而是咳不出來的 而且他經常有一種感覺 想作嘔 作嘔、作悶 不停地咳 咳得來也會有很多痰 那這種兔根型的酵症 他最需要新鮮空氣 他可能出去逛逛會舒服些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症狀 那條尼胎 如果你看一下 尼胎通常很乾淨 很清的 沒有什麼白胎的感覺 還有重心 他經常作悶惡心 想嘔吐 叩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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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這麼大的正型 就是兔根型的酵痠 另外一個叫做 劉酸納 Sodium natrum 修肥 即是 Sodium 修肥 那拉丁文叫 Natrum Sulfuricum 那這種酵痠型 是很有趣的 通常跟天氣有關 什麼天氣會引發呢 通常是調濕天氣 如果你對病者 而且在烤喘,通常是在调湿天气的时候就容易发作 而且通常是清晨早上 刚才我所说的新剂是什么时间呢? 5间,12点到3点 但是Natrum South的发作时间通常是清晨凌晨很早的 甚至有时是5点凌晨凌晨的时候出现的 亦都会因为着寒或者劳碌之后出现的 重心就是那个天气 如果你看到香港是湖南天、春天是特别的 或者某个地域 如果我们听众在中国的地域 当然是比较干燥一点 Natrum South的阵营可能不容易出现 好了,还有一个叫白头翁 白头翁,Paul Sartella 那,Paul Sartella的人 他的宋文仔,通常都是比较任性 比较低,比较低,依赖性多些 有时不愉快的时候就很容易哭 那白头翁的型的哮喘 他是更加需要新鲜的空气 他就算发作得来 如果你带他出去走走走走走走走 他就很容易就会即时舒服 那你带他去一个家里面 或者空气不流通 比较满热的室内 他就觉得很不舒服 那,Paul Sartella的人 通常他人喜欢伸出空气 坐车,喜欢在近的窗口 在家里就喜欢打开窗 这种型的人 性情的性 就是比较任性 嗲嗲嗲 喜欢依赖性 喜欢痴人 这种这样的型 那白头翁的人 就不太口渴 他就算敲喘也好 他不太口渴 那新鲜那种型的人 他敲喘的时候 他会口渴 那你给他喝水 他会小口渴 他会小口渴 他不会大口渴 这是其中一个新鲜型的特征 那白头翁型的人 的敲喘 他通常是不太口渴 兔根型的重心 就是吐、作吐、作门 阳金谷的人 是敏症到死 你给什么他都不要 跟着你要另一样东西 你拿另一样给他 他又说不要 又要第三样东西 你遇到这种型的人 你的感觉上 你令你的感觉 你想刮他 你令他很敏症 想刮他 但是那个白头翁型的人 你看到他之后 你很想抱他 很抱他 很抱他 他好像很嬌嬌嬌嬌 跟阳金谷那种表现是不同的 有时候你选择的疗剂 记住 在疗剂 尿剂是要对付整体的阵营 就不是对付病名 不知西药 哪种病毒 哪种药 其实和尿剂是不足够 我们要考虑 病者当时患病之下 那种表现的特征 OK 这个就是我们和大家 简单分享的酵喘 但记住 酵喘 大部分的人 的酵喘 都是比较严重性 除非一早就懂得用同学疗化的人 酵喘 不会发展到 严重到 要找一个合资格的同学疗化医生 帮你进行有种的体质性 妍儿医生 我想有些问题 在Facebook看到很多妈妈 有时候会慎小孩 很容易扭脱 直接沮丧 扭得很厉害 那她是否属于羊金谷人 任何情况之下 她是否能吃得到 其实非常之好 因为很多人 真的经常用羊金谷 来臭小孩 尤其是那些小孩 但是真的吞到 你吞到 你吞到 你看到想刮它 你不想 完全令到你发吞疹 你想砌它 那你就立刻给羊金谷 立刻舒服 田圆地一定肯吃 一定吃 好 可能她自己也懂得 需要我自己懂得偷吃 她自己也要吃 不要紧 因为不会过量 同学会不会过量 不过浪败了少少 整宗吃光 就浪败了 一瓶可能分开十至二十至五十至吃 一瓶吃光 但不需要担心副作用 或者没有副作用 这方面的问题 OK 很好 很安全 我想所有听众 今天加上我自己 都学了很多 很多关于 如何用同类疗法的方法 我都不停在抄陆士 你们都可以写下 如果有字有笔 如果你刚才想试一下 同类疗法的剂 如何用 如何买 我们在网上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我都会有一个网站 大家都可以写下 回去上网慢慢研究 都可以 www.naturahealing.com.hk 今天我们的时间也够了 大家想再听余医生 那么细緻的介绍和分享 大家希望下个星期 继续收听我们的 《自然疗法与你》这个节目 拜拜 拜拜